修行是什么 修行是不是一定要偏离生活 跑到寺庙里 少想拜佛念经呢 是不是一定要专职打坐 阅读灵修书籍呢 当生活中出现了问题 我们总感觉生活的问题 打乱了我们的修行 其实 修行与生活是一体的 修行的目的 也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离开了生活 谈修行 不免是在逃避问题 简而言之 只要你专注在当下 煮饭 洗碗 做家务 也可以变成一种修行 所以 只要你如实地 带着觉知去生活 随时随地 时时刻刻地检查自我 丢弃自己的那些傲慢 贪求 期待 恐惧 你一颗清静的心 看到生命不同的次第 你我都可以成为 生活中的大师 煮饭 洗碗 做家务 其实也是一种修行 修行 总会不免让人想到安逸 隐居山林 木天席地 行蝉 行脚 苦苦思考宇宙 人生的意义 然而 修行的定义 绝非如此狭义 在生活中修行 不知要比那些躲起来 独善其身的 要勇敢多少倍 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压力 健康 欲望 无常 情绪的苦乐 在错综的复杂关系中 寻求平衡 反而更让我们看清 生活如实的本貌 当修行从实际问题入手 每一个问题 都是道场 修行 必须从实际处入手 不能空谈 悬谈 没有任何意义 道理能说一大堆 但当你遇到事 仍然苦 仍然恼 那这样的修行 又有什么用呢 修行必须要在生活中 具体的烦恼 具体的事情中去进行 不要把修行 变成一种逃避现实生活 或烦恼的借口 修行 不是一种逃跑的方式 修道 不是修开一条 逃跑的道 修行 更不能成为一种 心灵的娱乐 当然 你也有权利反对这一切 坚持自己的 但结果 受苦的还是你自己 当修行从实际处入手 每一个实际的问题 都是一个入口 每一个问题 都是道场 没件烦恼的事 也是道场 每一次情绪 升起的旋风 是道场 每一次恐惧的到来 是道场 每一个念头是道场 真正的道场 不在寺庙 不在产堂 不在山林 不是修行者 聚集的地方 真正的道场 是在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眼前的存在 每一个念头 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 有问题的婚姻 就是你的道场 如果你和老公的关系 有问题 你和老公的关系 就是道场 如果你和同事 发生矛盾 这与同事的矛盾 就是你的道场 如果你的生活 陷入无聊 这无聊 就是你的道场 如果出现了钱的问题 钱就是你的道场 如果畏惧生死 生死问题 就是你的道场 道场在你每一个受难处 道场在你每一个受卡 被卡处 修行必须从那里进行 不要躲避你的婚姻问题 你和老公的问题 你和同事的问题 无聊的问题 钱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 而跑到寺庙 禅堂 山林 或修行者多的地方 玄坛道去 去冥想佛 或是菩萨去 去念阿弥陀佛 或者大悲咒去 那没用 你的道场选错了 你在修外道 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 而是为了遇见你自己 修行 应该哪里有问题 在哪里修 修通那个问题 在寺庙 在禅堂 在山林 在修行者多的地方 心情好 没有任何问题 可那 又有什么用呢 我修行了 我修行 我修行